那如虎都已经在码头上站一年了 灵晴才斩断了腰刀致腕 一人之下的翻弯锈帖已经更新 本化标题 真是可惜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不存在了 要关注的只有眼前这个 同样单纯在挥剑的家伙 战胜他 是如今我能继续剑之路的唯一方式了 宝姐的样子便离谱后 功力也大增了 灵晴竟然招架不住了 好强 前辈 你真的好强 虽然到现在为止 已经记不得双刃金 经过了多少次交锋 但真正能够让我全力斩下去的机会 一次也没有 全部被您用妙如豪颠的手法 卸去了大部分力量 可以理解 我的剑可以失败无数次 可以被损毁无数次 前辈的剑就是你现在的一切 一旦被毁 就全完了 妙如豪颠指非常精妙 上至巅峰 下达豪威 灵晴想要战胜对方 那就必须要更快 快到前辈无暇去泄力 快到必须要他全力迎击 才能接下的剑速 那样才有可能击溃他 不过现在的剑速 已经是灵晴的极限了 能够超越灵晴极限的那一剑 灵晴却无法控制发动的时机 此时的灵晴已经没有了底牌 在一旁的众人皆是一惊 灵晴略显猥琐 像小日子点球一般 一步步接近剑林 灵晴小姐 那是 石川坚解释 那样慢慢的逼近 是要逼迫对手先攻 就这么没有任何掩饰与防备的 侵入对方的剑尾 直指对方的要害 等待对方做出明确的应对之时 再做出反击 等等 那样的话 只适用于一般的对决吧 这次的对决 我们的目标 只有对方的剑了 如果我是魔人的话 根本不用理会这种入侵 反正身体就不是我的 如果灵晴不敢伤害那个身体 就会因犹豫而露出破绽 就算灵晴无所顾忌 我也可以舍弃身体 甚至可以利用身体锁住 灵晴的剑 艾子相信那个前辈 不会这么做的 他虽然不了解 那位是怎样的人 但通过这场对决 艾子能肯定 至少在剑这件事上 那位不会做这种取巧的事 石川坚知道 灵晴也认可这件事 所以他才会用这种方式 他打算把胜负堵在这一剑上 宝姐变成了蜥蜴人 想要剑分小吗 好 灵晴的刀近在咫尺 等到刀尖触及到自己鼻翼之时 剑铃终于出手了 双方反方向挥剑 由横着斩变成向上挥剑 灵晴躲过了剑铃的一击 空了 果然 又是我会空的最好架势 应该就是燕反 而这个姿态下 燕反之后自然形成的架势 灵晴不用看也知道 那必然是袈裟一斩 剑铃的身影显得格外巨大 抓住了 这个在灵晴引导之下形成的袈裟斩 正是值得他全力击溃的一斩 灵晴当机立断 挥出最后一斩 没想到剑铃后跳了一步 天才是不会被套路模式固定住的 剑铃用实际行动告诉灵晴 小姑娘 我的剑没有固有的习惯可言 真是可惜 灵晴这才反应过来 连那个袈裟斩也是陷阱 灵晴的重心完全破坏了 这一击他怎么样都逃不掉了 然而他并不认输 挡下来 出剑 必须挡下来 飞天欲剑流 酒头龙闪 随着一声清脆的响声 刀断了 感觉这把断刀是灵晴的 但灵晴赢了 其实袖铁后面 有点孟比优斯奥特曼第16集的影子 参考那个孟比优斯 与宇宙剑豪扎姆下的那一场 虽然是孟比优斯的剑先断了 但那是因为孟比优斯有守护的东西 后面西卡利奥特曼也说了 是孟比优斯先打败了宇宙剑豪扎姆下 有值得去守护的东西 才能使剑客更加强大